我是Jory Cole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东地区在台北 已经形成了大家的关注了 刚才贝宜还帮我们 Tag Orange Bus Orange的执行长 还帮我们介绍了虾皮拍卖网站 跟另外一个翻旋转网站 在台湾所造成的冲击 特别是虾皮拍卖网站 来自于新加坡 Obag也来自于新加坡 所以网络的世界里面的分享经济 怎么样冲击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形态 这个跟治理 其实是我们的现在的政府 你在前瞻硬体建设之后 未来所应该面对的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状况 当然就是我们的治理的品质 跟全世界的民主 和政治之间的变化跟翻动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在现场来到了这位非常优秀的学者 他是裴敏欣先生 我叫你裴教授 裴教授你好 谢谢 你的名字很像韩国人 你知道吗 对 因为裴 台湾 就是说 我这样乱讲 我没礼貌 有许多姓裴的 我看了 我以为你是韩国人 没有 我开玩笑 我在 我查过就是 山西裴家最多 是 那您原来原祖籍了 我原祖籍是江苏 江苏 那你是1986年到美国念书 我84年去美国 然后86去了哈佛 好 在哈佛大学 他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 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 对 哈佛大学的这个博士生 我也是哈佛毕业的了 而且我们两个还同时在哈佛 但是我那是小小说四不敢乱讲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裴敏欣先生的作品 出卖中国 我们在脸书上也会直播哈 这个看看裴敏欣教授的 呃 风采 那然后我们呢 在现场为各位介绍出卖中国哈 这本书八旗文化所出版的书 八旗的书非常特别 这是一家异军突起的出版社 他们的啊 总编辑我也访问过 非常非常值得 值得推崇 他们的书 虽然你要花时间 从这个民国之死哈 19这个二期哈 余杰的书到上个礼拜 我们也访问了汪浩所写的哈 意外的国父 到今天哈 裴敏欣教授的出卖中国 好 怎么样 中国怎么被出卖的 这本书里面的章节 每一个都很适合国民党早年 嗯 在台湾的状态 立刻回来 Coco早餐 Coco's VIP 好我们今天早上非常谢谢在现场哈 裴敏欣教授啊 这个我们已经在我们的 Coco早餐的脸书上面开始直播 那我自己的脸书 周一寇的脸书也可以找到 那我们现在这个 脸书上面先把这本书给大家看 出卖中国 这个 China's Chroning Capitalism 裴敏欣教授 他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人 不你现在是美国籍吧 现在美国籍 好这个 因为他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很韩国人 最近因为韩星结婚 所以大家都很韩国 那您刚刚才到台湾呀 对 早晨五点的飞机 从加州来 加州来 欢迎欢迎 非常谢谢你到我们节目 谢谢谢谢 这个第几次来台湾 哦 无数次了 无数次 我最早来1988年了 哦 很早很早 1988年 对 您有去世 去世之后一年 哦 我们有五位大陆流美学生来 当时在台湾 当时我们开发 那时候你有你有来呀 我有跑新闻呢 像猴子一样 像猫熊一样 被大家追着跑 那时候我在联合报 第一批的时候 是联合报请的 对对对 哎呀 世境世境都忘记 王屁武董事长 创办人 那我跟裴敏兴教授的 这个姻缘还 不是缘分 不是姻缘 乱讲 因为你在哈佛的时候 是八六到九一 八六到九一 我是1986年到87年 在甘蓝提政府学院 所以你86年去哈佛大学 是直接攻读博士吗 对 那你在大陆读的是 我大陆读的是英语 怪不得 你这本书用英文写的 对对 你是哪个学校的英语系啊 当初叫上海外国语学院 现在叫上海外国语大学 是 原来你的原籍是江苏 我父母是江苏人 我生在上海浦东 你是文化大革命的小红卫兵吗 你做过吗 我年纪太小 文革开始我才九岁 所以不够资格做红卫兵 那时候你还算太小 只能做红小兵 是有做红小兵 所以你读大学是按照你的年龄在读的吗 七年没有 我高中毕业之后就到工厂工作了四年 所以有延后 对 但是你开放 开放就邓小平回来之后 他第一 他马上就是说开放 投考大学 就是报考大学 我是第一批 所以你就读上海外国大学 对 外国大学 然后 86年 84年的时候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 先到披士堡大学 读了一个叫创作文学博士 硕士 英语创作文学 英语创作文学 披士堡是一个工业城 还蛮好玩的 工业城 对 后来进了哈佛 为什么读的是政治学 因为我一直对政治很感兴趣 所以我到了披士堡 我就开始学政治 一边学英语 一边学政治 学政治不务正业 但后来就是进了哈佛 就碰到很好的老师 所以你其实会看到台湾的这个变化 因为88年当时我们是因为 两岸开放太轻 所以我们对中国 这个社会其实是不理解的 对不对 所以台湾那个时候很多 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就邀请到台湾来 对对对 你是那一批 我那一批 因为当初那个中国对台湾 也很不理解 对 因为两岸很久没有交流 后来88年开放 他已经89年 这个开始我们有非常多 我也是88年第一次到北京去采访 那时候我们两位学者 到这个北京开会 所以刚好这个时代的撞击 石德佩敏欣先生 他对台湾 中国跟美国的民主 政治跟这个政治发展 其实你也是青春观察 因为88年的时候 是李登辉接班 对 我李登辉还见过四次 是哦 所以你对于政治的理解 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这本书是你的第几本书 第三本 它是学术著作 学术著作 它是英语的作品 英语作品 对 英语的那个原文名字 应该叫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 对 就是Crony嘛 对 好 这本书 它是裴敏欣教授在 你是 这个是加州这个大学的 你们的一个团队的作品吗 不是 是我个人 个人的作品 但是就是我用了一些研究助理 哦 你写这本书 没有人想要追杀你吗 没有没有 不可能 这是完全是根据那个 中国官方的资料 是 出败中国讲的就是中国权贵的 这个腐败嘛 对 最主要是讲中国的官商勾结 对 官匪一家 这种就是腐败 对 案例 然后呢 根据那些事实来就是描述 就是在中国腐败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这本书做了多久的时间 哎呦 这本书 因为书很难讲 就真正写到开始写到结束也就18个月 但是呢 要有那么一个起初有那么一个想法 然后再去找资料 那个时间大概加起来有三年多 这是您在您现在在加州的几个 这所大学 college 这所学校 这叫克莱麦肯纳学院 对 这是专门研究政治学 政府 不是就是说美国呢有两类大学 一类是就是综合大学 像哈佛耶鲁 另外一类呢叫文理学院 它只是本科四年制的 我这个学校是后一类 它就是只有那个 只有大学部 只有大学部 对很小 那叫大学部挺好玩的 很好 美国大学生非常非常活泼可爱 对 这是那个美国最好的那个文理学院 之一 所以您在这 对 已经交了多久时间 我在那里交了八年 哇 它是上海英语 这个外语大学毕业 然后到美国去留学 结果成为哈佛大学的第一位政治学 就是大陆去的 大陆去的 哈佛大学要能练到经济学 跟政治学博士是非常非常困难 不过就是你要这么想 就是当时美国人 对大陆去的人是 八九年前后 十分欢迎 是 我们那个一起去的 有许许多多很优秀的人 有啦 我的同班同学陈志雅也很优秀 这个是八七年 那是我在甘奈地政府学院的 对 比如说我当时有个同学 八八年一起来台湾的 他叫钱影仪 现在是清华管理学院的院长 回北京了 回北京 他在那个伯克利是做经济学正教授的 那你那时候出国的时候是 好像几个 那个时候的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 要培养留学生所选出来的 筛选的人吗 对 就是这样 当初呢 就是说有两类人 一类是政府筛选 那人数比较少 另一类呢 是外国人筛选 我是外国人筛选 外国给奖学金 外国给奖学金 因为你要拿到中国政府奖学金 你一定要得到中国政府的 就是说欣赏 是 我没那福气 但是你也很好运 虽然这个你们那个时代 刚好历经文化大革命 可是在后来的快速的 中国的这个社会经济 这个变化当中 在改革声浪当中 其实掌握到浪潮的人 也可以让自己的人生 有不一样的巅峰 靠自己努力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苦海余生 讲得很好 苦海余生四个字 其实背后是有非常多的心酸的 这本书是这个英文的原名是 China's Chronic Capitalism 这个 这个是讲 然后它的副标是这个 这个政权的 Decay 溃败 翻译的人是文杰 梁文杰 所以我们家的文杰 小弟其实平常是在翻译书的 是非常非常用功的 翻得很好 他翻得很好 翻得很好 打电话给他 文杰是很优秀了 好 这个我们先把出卖中国的 这个这本书的源起来告诉大家 这本书有 你们找了260个案例 对 那案例都是官方的 官方的就是公布的 都是有案可询 有原始资料能查到 有许多是在那个法院程序 中国官方的 中国官方的杂志报纸 就是刊登的 然后呢 这些案例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涉及到多数人 就是因为这个 你讲到那个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 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所谓共谋 勾结 共谋 所以我 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吗 共谋 勾结 就是权贵们 大家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 就是说多数人 好几个人 并不是腐败一般都是单干 一个人偷啊 贪污啊 毁弱 但这些案例呢 它都涉及到三个 三个以上 所以这一类案例呢 对了解就是说 真正的权贵资本主义 那个网络 是如何运作的 就是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它是从中国所谓实行 社会主义式的 经济 经济资本主义市场之后所产生的产物 对 他就是说 当然你在就是说 毛泽东时代 他也有腐败 但那个腐败性质不一样 就是说你一旦引入所谓资本主义 对 同时呢 他又是一个一党专制 而且又许巨大的公有财产 资产 那么这是 这个结合 就是说资本 全 就是资本主义 人情关系 一党专制 还有巨大的国有资产 这个结合是产生 都被偷走了 被偷 就是说死腐败的 最严重的土壤 好 这本出卖中国 有这么多的实力 那我要请教 裴敏兴教授了 现在这个状况还存在吗 暂时就是由于习近平反腐 他过去四年当中 有很强势的反腐运动呢 就这个状况呢 从表面上不存在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交易啊 是暂时被中断了 就是说权跟钱之间的那个交易 大家就不敢 因为有高压在那里 但是没有支撑心的 对 它就结构还存在 它那个就是说 需求 对腐败的需求 和对腐败的那种 就是说产生腐败的根源 都还存在 好这本书 对不起 那以后这个腐败 肯定还会回来 好 这个是结论 那这本书里面有结论 就这个 这个政权如果 用这种方式打摊 其实你认为 因为他没有监督机制 对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自己 因为其实我拿到这本书 没有很久的时间 没有办法全部看完 但是我第一时间 看到章节的时候 就觉得 就觉得好熟悉 这跟蒋家时代 跟国民党专政时代 有什么不一样 每一个章节 都可以写国民党 还是有不一样 就是说 共同点呢 就是说 在一个威权体制 缺乏民主 缺乏法治 缺乏监督的情况下 腐败 它都有共同性 是 你看它的共同性 是一些买官卖官 官商勾结 这个都有 窃取国有资产 这个更多 还有跟黑道共正 国民党这个非常擅长 还有腐败的扩散 这个后面这几章节 讲的是 是裴敏星教授 是在出卖中国这本书里面 讲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 对对对 但是所以一党专政 没有监督机制 肯定会导致 他资深的腐败的这个利益的夺取 其实是方式模式差不多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呢 你如果把国民党的腐败 跟共产党的腐败相比 那是大屋见小屋 或小屋见大屋 那共产党比他厉害多 就讲几个就是 就是说几个根本区别 第一个就是国民党在台湾 他掌握的资产的资源 就是说财产资源 远远没有共产党多 第一台湾的土地是私有的 大部分土地是私有的 在中国 就是国家是拥有所有土地的 那个财产不得了 就是台湾大部分的那个工厂 是私有的 至少在改革开放时代 大部分的资产是国有的 所以就是说你一有权 把那个权变成钱 在中国要比在台湾容易的多 对好这是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就是说 你不管就是说 台湾的那个国民党 他对社会那个控制 远远不如共产党 对社会控制那个言 台湾你想 就是说你以前的那个联合报 他虽然是那个 跟国民党走得很近 当然是私人报纸 他是还有还有两个私人报纸 还两个私人报纸 中国时报的 以后还有其他就是说 还有私人的那个民间杂志 对 台湾没有的 所以大陆是根本就没有的 所以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都是体制上的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这就是陪敏金教授 把我们所做的这个分析 那这本书的详细的内容 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多的实力 尤其讲到司法 这个 司法腐败 哇 那个司法腐败 好恐怖 可是 我的很多中国 这个北京的同学 因为我在光法管理学院 读过说 我有朋友 他是律师 他们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 中国的法院都可以直播 比你们台湾还开放 不过那个直播是没用的 他最主要是要在那个 就是说法院 法庭后面举行 发生那个事情 那是最主要的 那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这个打打击的那些 什么周永康啊 什么这些薄熙来啊 这些 他的背后会引发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变化 到底切果者是哪些人 我们接下来请教贝教授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来自于美国 这个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他目前呢 是在加州的这个 克莱文麦肯纳 我不太会念这个 要合起来 好这个 他是在南加州吗 南加州 在洛杉矶东边 好地方的小 好地方的精美的学校 一个college 在教这个政府学 government 对 好这个 这个这本书呢 是出卖中国 原文是英文写的 是裴教授的这个研究主题 但是其实很好读 对 非常的这个 可读性很高 对 因为我写的比较清楚 对 那梁文杰把它翻译成为了中文 刚才裴教授说 梁文杰翻得很好 是翻得很好 我中文 所以 我中文很糟糕 所以梁文杰 他平常做的正经是很多的 我帮他平凡一下 好 这个 那您介绍这本书吧 这个我不想多讲话了 浪费你的时间 这个帮我们介绍这本书的重要的内容 然后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读者要看你这本书 对 因为就是说 从学者来 那个角度来讲 观察中国的所谓腐败问题 和 问题讲得更大一点 是权贵资本主义问题 它有几个就是说中心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出现官商勾结 它的制度的根源 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腐败是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所以这个书呢 它就用了就是260个案例 来解释这两个问题 从对第一个问题来讲 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权贵资本主义 因为80年代也有腐败 但80年代以后的腐败跟现 就是说80年代的腐败跟现在的腐败 是本质上完全不一样的 你就是80年代 对80年代 你就去看就是几个很基本的一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说80年的那个腐败 数量就比较少 很少听说有上万人民币 有一个腐败的人 他拿了十几万人民币就被枪毙了 就是你去折合你把就是那个 贪不逢时 贪不逢时 对 那是很有名的故事 你如果把就是那个通货膨胀 因素考虑进去 那现在没法比上亿的 有我最近看到一个有两亿多人民币的 那不就第一个为什么那个数量腐败 就是说贪污啊 受贿 你说经济没有那么繁荣啊 对那那当然 但你就是把经济那个就是全加进去 拿进 就是说这个数量的增长是几何级的增长 并不是就是一般的线性 为什么 对所以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80年的腐败呢 牵涉到高官很少 几乎就是说没有什么部长被抓住的 省长的 现在多的不得了 拉起来就习近平过去 这四年多里面就抓了一百多个 那就不得了 所以 这是第二 为什么官那个职位越来越高 钱越来越 金额越来越几何成长 所以就是说 然后那个就是说 最主要这个书里面解释一个 就是80年代的那个腐败是单干现象 就是你很少看到一个案件 涉及许多人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大概是45%的案件 都涉及多人 这就是所谓勾结腐败网络的现象 所以这三个问题呢 我的一个解释就是说 在80年代之后的腐败 就是特别是89民运之后那个腐败 它的一个就是根源 为什么就是涉及官更多 涉及人更多 涉及金额更多 它最主要是80年代之后 就90年代以来 腐败都是跟国有资产有关 就是80年代呢 那些那时候对国有资产控制很严 就不能私有化 就是90年代以来呢 中国的矿产土地 国有企业的资产都可以被私有化 就可以全私有化或是办事有化 在这过程当中呢 你如果有权 只要你能够控制资产 那个资产 它释放出来的那个价值是不得了的 是呃 就是说那个就是呃 可以你一块钱买一个买块土地 嗯 过几年那个土地就是 但私有化没有透过制度化吗 没有对 制度就不能够 对 它没有一个市场 它没有一个制度 哪有没有法律监督 没有媒体监督 所以是黑箱操作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嗯 当官的和有就是说有一点钱的 嗯 它可以官商勾结 通过他们之间的 之间的那个勾结呢 把国有资产 变成私有资产 这是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初衷吗 他 这就难讲 因为呃 就是说 这个 不是他说先吃饱再说吗 什么猫会抓老鼠就行了 他的一个就是像邓小平 他们那一代的一个战略思想 就是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贫穷 贫穷 要吃饱 如果说有钱了 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好解决 是 他只是 所以纵容了这样的状态吗 他在就是说 他没有考虑到 就是说 你在一个 一党专制那个体制下 在创造财富那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分配问题 不他是摸着石头过河吗 可是他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这个 这个是共产党跟 刚才为什么佩敏兴教授替国民党这个 辩护 辩护说 那个国民党绝对不如共产党 这么坏 那当然就是因为 他是国有资产的这个民营化 在改革开放之后 可是他也喂饱了老百姓 对 但是 有意思吗 他们很多人说 我梦到他们喂饱了 喂饱就是说 一个你要这么讲 就是 一个政府 一个国家 他对自己的民众 是有责任的 是 就是说 使民众得到安全 提供最基本的服务 提供 基本的就是说 物质生活 这是他的基本责任 就是说 以前在毛泽东时代 他这种基本责任都没有 都没有 那没想到 现在他至少就是说是合格了 所以造成了大型的腐败之后 习近平上任之后 发觉不对劲 他要打 打击 对 他是这样 就是像习近平 这种 政治领袖呢 他认为就是说 腐败 第一是 危及共产党的根基 因为就是说 在九十年代以后 出现那个大规模的腐败之后呢 你就是共产党 他吸引了许多机会主义进去 那些机会主义 他进去 他并不是要为共产党干活 他是要利用 给共产党干活 那个机会 来替自己创造财富 那么这样久而久之呢 共产党里面 就会被这种机会主义掌控 你不是说是cloney吗 对 cloney有零 因为 他们自己那些红二代啊 什么什么这个 有红二代的 也有官二代 也有那个商二代的 就是说富二代 因为就是 看书之后 你会感到就是说 那些机会主义 就是进共产党 他们只会做官 他们不一定会挣钱 他会就是说 用自己的权变钱 但是呢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定要有盟友 随时他的盟友 就是中国的资本家 就是新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后 出来的所谓民营企业家也好 就是那个老板也好 因为这帮人呢 他很有商业援光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他有一块地 这里面好多例子 例子多都不对 触目惊心 对 就是说你有块地 你当官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地的价值 你是一个开放商 你过来 你一看就知道 那个地的价值 盖房子 盖房子啊 不知道你就那个 就那个地的那个地位啊 就是你 因为你很懂 那么这时候你要就是说 但你光凭你的那个钱 凭你的智慧 商业智慧 你不可能拿到那块地 你一定要跟有权 掌握那块地的 那个当官的勾结 然后你就给他一点钱 赖赖他 他就把那个地给你 然后你赚了很多钱 你以后呢 再给他钱给他 然后呢 他靠那个钱去买官 买更多的 更高的官 掌握的资源越多 然后你们两个人 就变成哥们 然后就他上去 你跟着他一起发财 所以这就是一个官商勾结 权规之主义 在这里面呢 两方都得利 这种例子就越来越多 很多 十岁之位 对 然后呢 里面还有你起了很多的形态 这些都是研究出来的案例 所以您的分类在出卖中国里面的分类 有五类 所以你讲到了就是 为什么根源就是制度 这个制度的变革 滋生了腐败 对 这个过去80年代没有 90年代之后是因为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最大的一个就是改变 还有就是说 干部体制 所以就资深腐败的这个环境 对 所以这全部都是共产党员才可以吧 当官的就是共产党员 一定要跟共产党员有连结才可以 对 你一定要就是跟官有连结 对 因为官有权 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当官一定是共产党员 不可能 对 就是说你政府官员 你不是共产党员 你当不上去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 这是第一张第二张 先是讲一个就是说 讲一个根源 从理论上 对 然后呢 它有不同类型的腐败 比如说是有官商勾结的 官官勾结的 官匪勾结的 还有再有就是国有企业里面的腐败 还有那种司法腐败 跟行政腐败 所以呢 就是找了那么 很多的例子 对 所以这些都是研究 就是说微观层面的腐败市场的运作 如果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如果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这个 但是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 这个贪腐在习近平的雷厉风行之下 可以化解吗 那习近平的执政之后 他没有他的crony吗 我想我们在外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号 我们呢 尽管刚马上回来 裴敏兴教授的这本 出卖中国八旗出版社所出版 八旗文化最近的三门书 我们这个绵密的为各位介绍 这是了解近代的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国 非常好的书 从民国之死到意外的国父 王浩的作品 于婕的作品 到现在裴敏兴教授的出卖中国 他人在台湾 这个应该会跟各界来见面 这是一本 这是一本非常直述客观的资料 所这个用佐证 所写出来的一本书 好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了解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制度之下 从1988年左右吧 前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 滋生了一个贪腐的这个土壤 使得整个的中国被出卖 刚刚当然这个中国被出卖 包括他的国有的资产 包括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国家 后来习近平开始打贪 那这本书呢 是说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中国都被吞噬了 陪敏兴教授经过六两百六十个案例的研究 那您这本书的结论是什么 你希望你这本书在在美国研究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之下 所形成的贪腐体制是非常有参考价值 那翻译成为了繁体的中文 在台湾出版 您现在来到台湾 你希望我们的读者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本书 我们都寄望于一个民主化政治清明的中国 因为我们这个邻居总要变友善一点 我们才可以跟他相处 对我想从台湾的读者的眼光来看 他这本书可以给他们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信息信号 就是说中国这种发展模式 它有许多致命的弱点 腐败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不能克服这种致命弱点 今后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这个观点其实 这是你的直言的结论吗 对 这不仅仅是我的结论 这习近平也是这样的结论 我这说里面也用了他许多话 就是共产甚至共产党的 今后的执政的前途都会受腐败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论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从了解中国的角度来看 因为腐败这种行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通过很系统的研究 通过对许多案例的描述分析呢 看了这本书之后 你基本上知道 就是中国这个官场 商场 官商之间那个网络的运作是怎么回事 还加上黑道 黑道 对有许多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在广告之前您说您要举几个例子 对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惊心动魄的例子 并不是惊心动魄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这书就是他通过许多量化分析 就是证明了就是说全 在中国那个腐败市场上 有这么几个规律 第一呢就是说 权越多 你权越大 官越大 就是能够缩取的那个财富越多 比如说你是县委书记 那县委书记是够大的 一个要管四五千 要管大概三四十万到五十万的人 他的那个腐败收入 只是每年大概才六十万人民币 那也够可以了 但是呢 比他高一级的一个地委数据 市委数据就要比他高80%左右 所以一个省委 省长副省长 要比那个还要高60%左右 所以官大 官大就是那个贪腐越 到中央更不得了 对那是黑洞 因为在中国就是说 中央一级的官员的腐败 是媒体不太报 不太被允许报的 所以我这里面 这书里面直到省一级 所以你的实际的例子 这里面讲到司法部分的 那个法官收贿 那更不得了 对法官收贿 这里面最主要是讲那个法官 几个法官 集体收贿 所以这也是就是 让人很难 可是你知道我看 我看这个大药的时候 我觉得做中国人民好悲苦 那你要这么想 就是一切都是从那个变化的眼光 中国大陆 他要跟那个台湾比 那就没法比 但你要跟那个毛泽东时代比 那现在是天啊 那当然吃的吧 那请教哲裴教授 那在这个体制之下 如果有人检举 或是说有人要吹哨子 我们讲的这个吹哨子的时候 安全吗 那这些案例是怎么发 是怎么被查获的呢 他至少还是被查获了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对学者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谜 对啊 因为我对许多案例的分析 我这是尚未解决的一个谜 因为就是他 像中国的反腐机构 就是说纪律检查委员会 他一个 他每年要收到许许多多那种 就是说匿名检举信 但你没法查 你根本就 他只有大概5%左右的检举材料 是署名的 真名的 很多人很害怕 当然大部分人很害怕 但就所以呢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 根据什么样的证据去查 这是一个 我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答案呢 就是中国的那个反腐机构 他其实很没有效率的 他许多抓里面那些大案 他许多被迫都是很偶然的事 才揭发了 不是正式的反腐 正式那个就是根据线索去抓的 恐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一般的中国人民 你私下跟他聊天的话 大概在中国做生意 没有人不要送红包的 没有不有利益勾结的 然后还有人是要买官 你这边讲了买官 买官小官都要 比方我要做一个公务员 做军人 我要升官 升官之后我退休 才会有好的礼遇 有医疗什么 那也要送钱 我听到的都是这样子 但就是说你听到的事情 但实际运作就比较困难 比如说你要你要找当官的 不一定能找到 因为中国那个当官的 他跟一般老百姓是生活在两个世界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 你根本就不知道市委书记住哪里 还有门路他可以送去 对 我里面有一个壁子很有趣 他有一个开发商 他要去找一个县委书记 他根本就没法见到县委书记 因为县委书记 他那个圈子很小 只有圈子里认识的人他收钱 那么那个开发商怎么办呢 他去找到县委书记的情妇 找到情妇送了50万人民币 然后送了一个什么金的那个观音像 然后他通过那个情妇 才去找到那个县委书记 好像在大陆这个贪官污吏 都有情妇的样子 对 为什么 这里面就说 我用一个经济学的眼光来解释 中国贪官 他拿了那个钱 他没地方花 他又不 他不敢去买个大房子 人家马上就知道他贪 他戴个贵的手表 在网络上一下就被扫到 然后他要开车 那干嘛就养情妇啊 养情妇 因为那个情妇养起来 大家看不见的 后来很多人被情妇给这个 这个窝里返呢 好结论是什么呢 50秒的结论呢 出卖中国的结论 告诉我们这个政权 对 打探可以拯救他吗 就是以前据说蒋介石说过这话 中共的最高领导讲说过这话 说那个腐败亡国 对 反腐亡党 这个话 这个对 国民党实在如此 这个也是 一样 现在这个状况呢 现在这是普遍真理 好 所以反腐会往共产党 往党比较好 反腐之后呢 他会挫发政治权力斗争 大家都有点不干净 所以就有一些 新一波的政治权力斗争 在美国也有啊 什么这个揭发 那个那个揭发 这个对不对 好精彩啊 裴教授 很令人敬佩 他的英文的原文 出卖中国 文杰把它翻成了中文 介绍给大家 谢谢您 谢谢您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